现在漫天都是那种刺耳的奸笑 宋军的鱼猴抱和一声 叽叽 他身边的宋军就冒着剑雨迅速的摆好阵型 西夏人的剑雨落在身上叮叮当当的乱响 而后就掉下去了 李清叹了口气 国家实力上的差别在这一刻显得格外突出 那些西夏人根本就不该用剑雨来袭击的 这样做除了能够伤到几匹马之外 对宋军本身的杀伤力是很小的 除非是弩炮投尸机或者八牛弩这样的重型远程武器 才能受到奇效 宋军也太贪婪了 按理说一支押送要饭的队伍 在受到袭击的第一时间不是去组织防御 而是应该回头一刀砍死自己这个敌国重犯才对 两个蠢货在打仗 李清觉得没什么砍头 反正两方都会尽量的避免伤害到自己这个人犯 不如趁机睡一会儿 他的想法没有实现 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 吵得他根本就没法入睡 于是他就躺在囚车里面继续看宋军于侯如何面对这么多的敌人 从马蹄子的声音 李清判断出来有三千骑兵冲过来了 于侯显然也知道了敌人的数量 脸色苍白的厉害 不过他还有勇气面对这样的场面 不停的对下属发令 虽然有好几处不对 李清还是感慨宋军于侯的军事素养很高 第一道巨马已经快速的形成了 第二道顿阵也很快的形成了 周围草地上到处都是亮晶晶的伤马三脚刺 弩工已经上弦 长枪手已然躲在顿阵后面 准备对敌人施行攻击 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宋军挂在胸口的火药弹 也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利用身边的火把点燃之后 就可以丢进骑兵群里杀敌了 首先冲过来的居然不是骑兵 而是那些躲在草丛底下的步兵 李清瞅了一眼 马上就发现这些人并非西夏人 而应该是撩人才对 他们一冲进宋军弩箭的范围之内 就开始清除地面上的三脚刺 虽然有太多人被宋军的强弩射了个对穿之后 死掉了 他们好像也没有彻替的意思 继续干着自己手里的活计 有意思 居然知道让奴兵清理战场 有意思 李清终于看出了一点苗头 也就有了继续看下去的兴致 奴兵死光之后 就该骑兵冲阵了 宋军的塔顿很是沉重 缓缓箱口之后 不亚于一朵墙啊 硬往上冲恐怕不是个好选择 按道理来说 有火药弹和强弩的小城 在没有投尸机的情况下 短时间是攻不破的 宋军与侯已经点燃了狼烟了 只要宋军坚守一个时辰 必定会有宋军尤其过来增援 到时候想跑都跑不掉啊 球车正好被宋军 安置在一处青草茂密的地方 这里有一大棚 长得红艳艳的枸杞 李清一面摘着枸杞吃 一面看着面前紧张的战争状态 一支箭钉在球车上 李清探手把那支箭 从球车上拔下来 去掉箭头 慢慢的用手里的小铲子一样的箭头 挖身子底下的木板 只要有逃跑的可能 李清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谁喜欢被运到东京 被那个浩大喜功的小皇帝 给制作成腊人 摆在五城殿里面呢 所谓在球车旁边的宋军 都抽出了刀子盾牌 面朝外 不但要帮着李清格挡流屎 还要防备有人突破外面的军阵杀进来 根本就没心思去管李清的小动作 专业的事情 其实就该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 捕快才是押送犯人最好的人选 军队就是专门打仗的 李清看到宋军停止了发射弩箭 外面的辽国奴兵 这时候也该被杀光了才对 见宋军重新拖出一口的三脚刺 被军族们抓着向外抛洒 李清都不由得为之扎舌 宋军真的娘的太阔气了 宋军的军阵外围依旧提声如雷 很显然这是骑兵在绕着军阵 绕圈子 李清看不到远处 只能这么判断 提声忽然变得密集起来 这该是骑兵开始发动攻击了 不对 马提声很轻 这说明战马背上没有骑士 外面的骑兵开始利用战马冲阵了 全军戒备 发射撤军箭 两百步 三发弩射备 不大功夫 宋军的弩功发出轰的一声 该是弩箭骑射才对 李清努力地继续挖身下的木板 该死的宋人把囚车制造得很结实 底下的木板足有一寸厚才对 如果组织这次袭击的西夏将领不太蠢的话 既然已经声东了 那么 接下来 就该击西才对 果然 来袭击宋军的西夏将领并非蠢货 东边的战马才撞到巨马上 西边又响起了密集的马蹄声 宋军与侯大吼一声 全军戒备 正西方 奴工激素社 火药弹三发准备 奴炮投掷 听到宋军与侯的声音 李清都不由得停下了挖凿木板的手 这个与侯见识不错 这时候居然知晓用火药弹的爆炸和火光 来驱赶寿惊的马群 宋军什么时候人才这么多了 小豹子被火药弹爆炸的声音 吓得钻进李清身子下面瑟瑟发抖 李清侧着身子盯着外面 手下依旧不停歇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机会 不把握好 可就没机会了 战马倾倒在地上 无力的抽搐 宋军与侯不退反击 命守卫的宋军将这座塔顿 组成的城池向外扩展三分 为的就是给自己留下足够的作战空间 在经历了一开始的惊慌之后 他已经完全镇定下来了 指挥的也越发得心应手 骑兵到底还是来了 随着于侯一声令下 宋军背后的短矛 骑骑的拔了出来 等骑兵距离自己不过五十步的时候 骑骑的将短矛投掷出去 短矛要杀的不是马上骑士 而是战马 也只有这样的重兵人 才能在第一时间 给予狂奔的战马致命一击 于侯游走在战阵里 他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 发布最合适的军令 云征当初将最大的培训力量 放在于侯这一级军官身上 从这个于侯身上 就能明显看出效果来 狂暴的骑兵 在遇到密集的短矛之后 冲锋阵行立刻就乱了 最前面的战马 在被短矛穿透胸膛之后 唯一能做的就是轰然倒地 不但绊倒了最近的骑兵 还挡住了骑兵后续的进攻 希拉木伦顶着弩箭 拍马狂奔 他身边的骑兵倒在地上 不等战马踏在身上 已经折断脖梗死去了 横过盾牌 拍飞了一只短矛 他的面前就是宋军的盾墙 这样的墙壁并不结实 只要战马全速撞上去 就会撞开一条窝口 自从跟随伟哥命令以来 希拉木伦的心就死了 这是一支没有任何前途的军队 接连不断的厮杀 只是为了活着 他们抢劫宋军的资重 也抢劫那些辽国牧民 他们甚至连西夏人自己的资重 都不放过 死亡是这支军队中 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自从刚认识的两个朋友战死之后 希拉木伦就不再交朋友了 今天认识明天就战死 这样的朋友交了也没用 只会加重自己的负担 既然是朋友 总不好见他曝尸荒野 一个浅浅的坟坑 还是要挖的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亡 所以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 有了女人就野兽一样扑上去 有了美酒就大口的喝得烂醉 而伟格宁令也喜欢看见他们这样 不过今天希拉木伦有了别的想法 今日为了将战力最大化 锁在自己双腿上的镣铐被解开了 在希拉木伦看来 只要自己能够穿过这座宋人的军阵 就能撒开腿跑路了 这个时候 伟格宁令一定没有力量来追索自己 这里距离自己的家 好像已经不太远了 回家的念头像毒蛇一样 拾咬着他的心 于是 他将身体锁在盾牌后面 双脚已经离开马凳 只要战马撞到盾墙上 自己就借助战马的冲力 跳进盾墙 宋军的弱点就是近战能力不足 希拉木伦认为自己有可能冲过去 战马的腿软了一下 差点把希拉木伦抛下马背 这是战马受伤的征兆 希拉木伦一刻都不想坐在这匹快死的战马背上 大吼一声就从战马背上站立起来 然后他就用尽全力 跳进了宋军的盾墙之内 战马撞在盾墙上 立刻就折断了脖子 盾墙发出一声轰响 而后摇晃两下 依旧立在那里 鱼猴大怒 长刀没头没脑的朝不断在地上翻滚的希拉木伦砍去 希拉木伦的盾牌在格挡几下之后终于碎裂了 他不想练战 站起身就疯狂的向对面狂奔 对面的那堵盾墙 正在经受战马的撞击 这是一些被刺聋了耳朵的疯狂战马 根本就不在乎身边的任何东西 李清看到一个撩人向自己的方向跑过来 很想骂一声蠢货 这时候不帮助自己兄弟打开盾墙 乱跑什么 即便是来救自己的 也不该这么胡来 自己两个人面对盾墙里面作为后辈的一百名宋军 根本就是找死 想要纠正这人的错误做法 那人却疯一样从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狂奔而过 看都没有看自己一眼 这一幕让跑过来准备堵截他的宋军都冷出来 眼看着希拉木伦从自己身边跑过去 然后一头钻出刚刚有一道裂缝的盾墙 然后就不见了踪影 他好像只是来盾墙里面炫耀自己跑得如何的快的 没有伤一个宋军 也没有去试图解救囚车里的李清 他就像是一个路过的人 只是这个路人从宋军正面的盾墙外杀了进来 然后幸运的躲开所有拦截他的宋军 再然后就跑掉了 于侯兴兴的骂了句粗话 然后就继续投入到他的作战大业中去 这只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流星锤砸在盾墙上 发出巨大的声音 直到此刻 一群穿着重甲的光脑的西夏人 才出现在战场上 飞爪扣在盾牌上 想要借助玛丽脱开盾墙 结果只能把盾墙从一个相对完整的圆形 拉扯得七扭八歪 解不开盾墙的栓扣 就扯不散这座盾墙 宋军降作剑早就做过无数次试验了 战事陷入了胶着状态 李青终于用小铲子弄断了最中间的一块木板 现在他还需要再把相邻的两块木板弄出窝口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突然发力的情况下 可以一次性把三块木板全部裁断 这必须要小心 否则唯一的一次逃脱机会就要丧失了 外面的西夏人终于开始向盾墙里面投放火箭了 这是到目前为止 李青认为最有效的攻击 宋军于侯似乎已经受伤了 一支粗大的羽箭插在他的左肩上 他躲在一面巨盾后面 依旧声嘶力竭的向自己的部署下着命令 围隆在李青周围的预备宋军 终于有八十人去支援摇摇欲坠的顿墙 李青将小鲍子揣进自己怀里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轮起双拳就砸在球车地板上 咔嚓一声响 地板如同李青预料的那样断开了 他的身子也掉下了球车 一名宋军反应很快 长枪迅速地刺向躲在球车下面的李青 李青双手抓住枪杆子 死命地往外一推 宋军就坐倒在地上 不等别的宋军围拢过来 李青就拖着长枪疯狂地向西面跑 刚才已经有人给他演示了一遍 他自然知道该如何去做 身后响起鲁贤的狂想 李青亡魂大冒 啪唧一声就趴在地上 十余只弩剑就贴着他的头皮飞了出去 插在自己前面 连滚带爬地跳进一道雨水冲刷出来的壕沟 然后就沿着这道壕沟 伏低了身子继续向西跑 雨后的怒吼声传了过来 李青不由自主跑得更快了 长毛挡开两柄 搂头砍下的长刀 枪杆子左右摆一下就抽开了拦路的宋军 眼看就要到顿墙下面了 这里无折无揽 李青咬咬牙从地上捡起一袋子粮食 扛在身后继续跑 弩剑扎在粮食袋子上 传来扑扑的声响 掉落的粮食洒了一地 李青不敢停步 更不敢回头 丢掉粮袋 杖而长的长枪处在地上 借助冲力 狠狠地将自己的身子甩出了顿墙 在空中飞的时候 他甚至看见几只弩箭 正在和自己几乎在一个平面上飞翔 顿墙外面都是死马 李青庆幸自己没有掉在巨马上 也没有落在三角刺上 而是掉在一匹已经死掉的战马肚子上 重重的一击将肚子上破了个口子的战马内脏 全都给挤了出来 听见身后顿墙在喀啦喀啦的响 李青来不及多想 纵身跃进前面秘密的草丛 然后就像一条蛇一样爬向远方 囚犯跑了 鱼猴彻底崩溃了 他甚至忘记了正在向他发起进攻的西夏人 在下令向那些西夏人抛制了所有燃烧弹之后 就从西面打开顿墙亲自去追索李青 燃烧弹在顿墙前面爆成了一片火海 侥幸靠近顿墙的西夏人 转瞬间就成了火人 火马带着火人 胡乱蹦的两下之后就倒在地上 这一幕对伟哥宁宁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即便是把牙齿咬得吱吱作响 他还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身边人手太少了 和宋军打阵地战实在太吃亏了 鱼猴彭亮起码冲出顿阵的时候 瞅着眼前一望无银的大草原 心中立刻就变得一片阴冷 夏日的草原是真正的风吹草地陷牛羊 短短的时间李青已经不见踪影 彭亮的嘴里苦涩的厉害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这次失败代表着什么 李青杀了大帅的儿子 大帅要李青死 监军希望用李青给弟兄们搏一个风气阴子 按理说 大家都是厮杀汉 快意恩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可是黄金是黄的 人的眼珠子是黑的 黄金进了眼珠子之后 眼珠子也就变成黄的了 兄弟情义自然要靠后了 就算大帅的儿子死了 也不能阻挡大家升官发财的道路 现在什么都成空了 于侯发现李青踪跡 一瘸一拐的队阵五方自草丛里钻出来 指着一道明显的痕迹对彭亮说道 这时候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谁都跑不掉 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重新把李青捉回来 彭亮回手看看已经安静下来的顿城 终于想起自己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 在这个时候保证自己的兄弟活下来 才是最大的事情 长吸了口气对五方说道 给你一百弟兄 天黑之前捉李青回来 五方也不推辞 带着自己那队人马沿着青草倒夫的痕迹 一路追了下去 彭亮回到营地中重新整队 捡点伤亡 五百名弟兄到底还是战死了二十三个 受伤的也有五十几个 没有受伤的兄弟正在缩小顿阵 将军阵立在高破之上 等待于后继续下令 远方西夏人并未离开 他们对宋军没有追击感到非常诧异 原本打算杀个回马枪的伟格宁令 见没有机会可衬 叹息一声就带着部下向远处走去 宋军的火药不是那么好抢的 虽然在之前就已经领教过了 现在亲自率队出击 同样落得一个损兵折将的下场 他也无话可说 不论是云征还是崇厄 对后勤线都非常关注 只要是千里迢迢向前线运输物资的军队 他们的装备一般都非常精良 挑衅的将领也大多是身经百战的汉将 自己人数太少 想要从他们的嘴里夺食困难很大 一只马蹄子从李青的头顶踩过去 差一点就踩在他的头上 战马脚上钉的铁蹄 李青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的身子埋在一片被掀开的草皮底下 如果不仔细看 谁都会以为那里原本就是有一个土包 在草原上想要跑过战马 那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李青决定在这个草皮子底下 趴到天黑再说 眼看着宋军似乎寻找到了另外的一些痕迹 为首的对证就驱马向前追踪 其余的宋人形成巨大的弧形 如同一张巨网向西面斗过去 小豹子从李青的怀里探出小脑袋 又被李青小心地按回去 小家伙很乖巧 从开始逃亡到现在一声不吭 天快黑的时候 宋人对证带着那些宋兵回来了 对证的马脖子上拴着一只黄羊 黄羊的后腿上绑着半截子木头 很明显引开宋军追踪的就是这个东西 李青忽然想起那个先自己一步逃走的撩人 心头一领就小心地四处张望 自己和他是朝一个方向跑了 这里最适合躲藏 如果那些宋人在前面没有发现那个撩人 那么他很可能就在自己附近 天色完全变黑了 一轮明月明晃晃地照在草原上 远处宋军的营地里灯火通明 最中间的篝火燃烧得足有一丈高 白日的喧闹渐渐地被黑夜所覆盖 战争的痕迹引来了无数掠食的野兽 不断地有绿营营的眼珠子出现在自己附近 宋军发现不了自己 不代表这些野兽也发现不了自己 此时嘛 这里已经变成了野兽的天下 别藏了 我不是敌人 我也是从宋营中逃出来的汉人 兄弟 你别紧张 我这就坐起来 你也坐起来成吧 再这么下去 野兽都会把我们干掉 我们辛苦跑出来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李青说的是气单化 或许是磕磕巴巴的气单化起了作用 在距离他不到三丈远的地方 有一个黑影慢慢地坐了起来 当月光照在他脸上的时候 李青终于看清楚了他的脸 这是一张很年轻的面孔 就是白日的时候穿过宋营逃跑的那个辽人 要吃的吗 辽人沙哑着嗓子问道 李青从怀里掏出那块干饼丢了过去 那个辽人探手捉住饼子 立刻就狼吞虎咽起来 你是哪里人 怎么和西夏人在一起呢 少年人看着李青含糊地说道 被他们捉住了 李青见少年人吃完了 就猫着腰走过一片草丛 回头对他道 要走 现在就走 天亮的时候如果找不到树林椅里的藏身地方 我们还要在草丛里怕一天 我不想再被虫咬了 少年人笑道 现在不能走 除非你想去喂狼 草原狼到了厦门也就会回朝 到时候月亮就没了 那才是跑路的好事 你是汉人吗 李青坐回了身子 他自问对草原不如面前的小伙子熟悉 既然都是逃亡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结伴是要好得多的 是的 我叫李青 是被宋人捉到的 你呢 希腊木伦 在西京被宋军打败了 我就流浪在荒野 结果又被西夏人捉到了 又帮他们当赶死队 想过去哪里吗 这里没有一处地方是安全的 送人 聊人 西夏人 只要见到我们都不会客气的 希腊木伦低声笑了一下道 能有现在的处境 我非常满意 我只想回到我的老家去 在老郎山下放牧 找个姑娘给我生宰子 什么宋人 聊人 西夏人 统统跟我无关 宋人会娶你老家的 即便现在不去 将来也会去 相信我吧 宋人对土地的贪婪 是没有止境的 希腊木伦摇头说道 他们不可能把所有土地都占掉 这天下总有我们放羊的地方 他们的武器太可怕了 我们大不过的 既然他们要土地 我们就给他 然后向北走 那里的土地多的是呢 李青抬头看看天上的明月 忍不住有些想笑 希腊木伦说的的确没错 现在的宋人是强大的 他们甚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 那些恐怖的武器不再是快马 长刀 白羽剑就能敌得过的 自己换了好几种战法 结果证明自己迈开的脚步太小了 最早的骑兵被云征玉碎再来乱石滩 后来的驼兵连一些宋人的散兵游泳都对付得吃力 而现在自己好不容易组建的波喜军在宋军的突袭之下竟然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或者自己也该和这个少年人一起去放羊 天明的时候 李清和希腊木伦来到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边 在痛饮河水之后 希腊木伦冲着看豹子喝水的李清说道 我要回家了 你准备去哪里啊 如果没地方去就跟我一起回老郎山吧 李清愣了一下 仔细的想想之后 他发现自己真的好像没有地方可去了 回西夏等待自己的将是最无情的军阀 莫赞俄旁不会允许自己这样一个败军之将活着的 至于宋人那里只要被抓到 自己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制作成腊人 放在无城殿供送人展览跨工 至于辽人 抓到自己之后 下场不可能比宋人抓到好到哪儿去 希腊木伦 你还会被辽国打仗吗 希腊木伦皱眉怒道 我这次回去之后就准备躲在老郎山不出来了 至于打仗 我已经打得够多的了 我爷爷还等着我给他生孙子呢 我回去之后就会搬去阿家的帐篷里住着 李清苦笑道 我是逃兵 你们族里的头人会把我捉去领赏的 希腊木伦吐掉嘴里的青草根 谁有空去捉你啊 我们族里的男丁就剩下不到二十个了 我跑出来当兵 族长差点没给气死 现在我带你回去 族里一下子就有两个战士了 族长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把你捉去送给别人啊 看着希腊木伦开始动身了 李清就把小豹子抄起来抱在怀里 笑着随希腊木伦沿着小河朔流而上 他觉得自己应该能适应老郎善的生活 假如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自己会在那里落地生根的 云征很久没有这么清闲过了 大军在关外四处扫荡 自己也只好留在关内 无所事事的闲逛 自从陈林一口气杀了上千位游侠或者刺客之后 同头观里的秩序立刻就变得好了很多 残存的一点汉人如今走在街上战战兢兢的 视线绝对不敢落在那些宋军的身上 或者像刚开始一样 时不时的偷窥一下军营 敢这么做的人都被陈林给杀光了 这种血性的镇压 云征都觉得有些过了 王安石和文艳伯以及住在云征那里的李长 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云征觉得这三个家伙只要不亲眼看见死尸 他们就会当作同头观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大军扫荡 这是文艳伯和王安石李长三人的遗志见解 云征就是受他们三人所托 这才派出大军横扫整个凤盛州 他们三个都随军出发了 尤其是李长 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云征这里有女眷 立刻就把小丫头丢给云征 自己去为李氏家族的兴旺奋斗去了 云征也只好把小不点丢给兰兰照顾 谁知道兰兰对这个孩子的兴趣大增 整日里抱着小不点柔情蜜意的 连云征这么一个大活人都看不见了 所以在同头观里闲逛就成了云征为数不多的消遣 大战之后 同头观里还谈不到什么民生 唯一恢复的买卖就是柴火买卖 良店这种买卖直到今天仍就是大门紧闭 按照云征的看法 战时粮食应该受到大军掌控才好 被王安石言辞拒绝 他不认为现在就把这里最后的一点商业潜力 也给消耗干净是一种好事 圣天子坐下迟早是要大智的 如果汉人最后的一点希望都给掐掉 那就谈不到日后在这里不知之所了 像当年商鞅原门礼目 才算重新树立了官府的威信 同头观里的这点商户 那就是王安石的礼目 衙门外面每天都有新的政令颁布 其中最打动人心的就是君田地这一条 围在那张榜文底下的汉人 人头攒动 他们不敢大声吆喝 却能躲在背后窃窃私语 这条政令实在是太过于震撼人心了 云正摇着扇子看完榜文 叹了口气就摇晃着扇子走开了 李长终于对富裕的汉人下手了 那张榜文很说明问题 什么叫做君田地 以前这个口号一般都是造反人士 喊出来蛊惑人心用的 现在官府挥着拳头 呼喊着要求所有人一律平等 那么官府一定是处在弱势的一方 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有了压迫才会有反抗 当官府感受到压迫之时 他们一般会做得更加无耻一些 当官府重新站立在所有人头上之后 谁敢要求平等 那谁就死 云正对官府的做法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 这片大陆上发生的事情 马上就要和自己无关了 即便是和自己有关 云正也不想管 在百姓还没有造反念头之前 管得越多 下场就越惨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 纯粹是为了官家的库府着想 然后他就按照封营的库府的目标去做了 结果得罪了很多不该得罪的人 现在堪称敌人满天下 只有躲在烟云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 自己也做了很多立国立民的事情啊 这些年大宋的战士都是自己平定的 在保卫家园这条路上 没人比自己走得更远 但是没有人记得云正曾经出生入死 只记得他杀了很多人 抢回了很多财富 就连茶馆里的说书人都只讲述云正是如何获得美人芳心 如何夺取了清国资财 如何把清唐杀得几乎没人了 这个世界不值得自己付出许多 云正现在之所以喜欢逛街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想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 看清楚这里的每一个人是如何谋生的 是如何在这个盈盈狗狗的世界里挣扎生存的 猴子敲声在云正耳边说了一句话 云正愣了一下 重恶的儿子战死了 猴子点点头 云正收回了正在摇晃的折扇 转身回到军营 这个时候的重恶一定悲怆无比 唯一的亲生儿子死了 需要写一篇记文过去哀悼一下 这篇文章不好写啊 写不好就成了一篇讽刺重恶的文章了 所以在措辞上一定要谨慎 云正在了解了所有经过之后 提起笔来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重恶 李清杀了重建怀 重恶捉住了李清 原来只需要砍一刀子 就什么事都烟消云散了 结果他非要派人把李清押运去东京 押送一头老虎实在太危险了 就算要押送 也应该打断老虎的四肢 敲掉他所有的牙齿 为了这头老虎的皮毛好看些 最终导致了放虎归山 这是极度愚蠢的做法 温彦博走进云正的率仗 见云正迟迟不下笔 就叹了口气道 哎 我也是听到这个噩耗 特意从外面赶回来的 记文不好写吧 愚蠢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都没办法帮他来掩饰一下 虽然功不成 反而成了全天下人的笑话 虎归这是在干什么呢 云正把毛笔放在笔架上 活动一下脖子 疲惫的说道 哎呀 算了 我这人啊 本来就不适合去安慰别人 怎么写都像是在嘲讽他 起不到好作用的 还不如不写 文彦博点点头道 嗯 那就不要写 你只要去信 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在幸责乐祸呢 这事啊 还是我来办吧 至少要安慰崇峨 不能再让他把大军留在野狐岭啊 云正摇摇头道 不可能的 如果他儿子不死 活着李清 他还有可能退兵 现在他儿子死了 李清跑了 他如果不能在墨葬鹅旁身上洗刷掉耻辱 是不会退兵的 文彦博咬着牙道 他后续大军不到 我们如何进军燕州 如今的燕州 我们遍地都是敌人 二十万大军还要固守夺下来的城池 再这么奋兵下去 等我们到了燕州 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云正大笑道 哈哈哈哈 你们还可以在这里 掀起一场革命吗 何谓革命 我乱说的 我乱说的